临近9月1日,怀揣着理想的各地大一牺牲开始奔赴大学校园,然而却有一名准大学生永远失去了走进向阳塔的机会,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车祸,让山东围坊昌热县年纪19岁的吴基红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 发生车祸那天是8月7日,正是吴基红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日子,四天后,在父母的见证下,被宣布脑死亡的吴基红完成了他生前的遗愿,他的肌脏、肝脏和双肾捐献给了四位素不相识的人,让他人重获牺牲。 吴基红的事迹深深地打动了网友,深深缅怀他的同学和网友称他为最美准大学生。 8月7日下午,当天刚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吴基红,乘着父亲的三轮车和母亲,七岁的弟弟,一起从昌乐老家返回父母在维坊打工的住所。 14时30分左右,意外突然发生了,这辆三轮车撞上公路上的一个水泥墩,没来得及做出反应的吴基红被猛地甩了出去,头部重重地撞击在地上。 他们被迅速送往医院进行抢救,吴基红的伤势最严重。 8月9日上午,吴基红被医生宣布挠死亡。 9日下午,吴基红的父母主动找到医生,表示希望捐献女儿的遗体,这是昌乐县第一例器官捐献者。 吴基红今年高考成绩是606分,被山东财经大学录取,但他最初的高考志愿是当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。 11日14时19分,已经离世的吴基红的膝脏、肝脏和两个肾脏被取出。 当天,这四个器官分别被植入四位患者体内。 25日,山东财经大学有关部门和国际经贸学院的负责人, 带着魏文基到吴基红老家看望了他的父母等亲人, 并以赠送校友纪念衫的方式,带去全校师生对这个从未谋面的学生的怀念和敬意。 山东财经大学校友总会还追授吴基红为山东财经大学荣誉校友。